路边停车一拿到停车缴费单 相信大部分民众都会到超商来零贵缴纳 但是却会遇到有消账时间的落差 就明明就是缴了 怎么还查到是未缴的情况呢 而对此高雄市交通局就鼓励民众 可以透过7家APP的业者来缴费 不但不会受到时间还有空间限制 也能减少重复缴费及零贵接触的风险 民众拿到路边停车缴费单 但最怕的就是忘了脚 其实市府交通局针对路边停车费缴纳 提供像是超商零贵缴费 网路 银行扣款等等多元管道 目前更是与7家的APP业者合作代收 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相当便利 最大的区块占60%以上 还是会落在超商的零贵缴费 超商零贵缴费有两个 我们由现阶段的付费方式来看 是感觉到比较不方便的 就是第一个他一定要出门 就是说你还是得到超商去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没办法及时消账 就是说因为他是人工来缴费 所以说缴完费会有两到三天的转账的时间 那会形成有一部分的民众会重复缴费的现象 那你如果使用一个单于管道的缴费 是用转账的方式 或者是由现在我们近期的电子支付APP 那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透过APP缴费的优点还不少 不仅可以减少重复缴费 以及零贵接触的风险 也不怕缴费单遗失或是忘了缴费 因为只要绑定 APP就会推波提醒 随时随地都可以轻松的完成缴费 那电子支付APP我想他是没有时间跟地点限制的 他是20小时可以缴费 那另外如果说你跟7家业者来选定APP 然后选定的缴费方式 那其实你缴完费之后 他的APP就会主动推波你 告诉你缴了多少钱 你哪里停车了 你有什么钱没有缴 他会提醒你提醒你要去缴 我想这样也不会有漏缴的一个情形 这样的一个支付方式 是有助于未来的一个停车缴费的方便性 那我们这里也呼吁市民朋友多加的利用 交通局表示 大部分的民众还是习惯拿缴费单到超商 零贵缴费 因为是采取人工收款方式 会有两到三天消账传档时间落差 导致有民众反应在消账前 还查到停车费未缴情形 对此就鼓励民众多加利用APP缴费 不但损失又方便